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纳米技术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纳米旅行家 探索原子尺度的奥秘 2.原子级的化妆师 纳米美容术 3.纳米图书馆员 整理分子的知识宝库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纳米旅行家 探索原子尺度的奥秘 各位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微小的话题 纳米旅行家 这些旅行家比蚂蚁还要小上千倍 他们的游乐场是原子和分子构成的世界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位纳米旅行家 你的旅行背包会是一套原子尺度的工具箱 而你的旅行日即将记录下分子间的秘密 对话和量子效应的奇异风景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纳米 纳米是一个度量单位 1纳米等于十亿分之一米 这个尺度如此之小 以至于我们的头发直径大约是8万到10万纳米 所以 当我们谈论纳米旅行家时 我们谈论的是一个 能在这种微观尺度上游走的概念或技术 现在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缩小到纳米尺度 我们会看到什么奇妙的景象 首先 你会发现原子看起来并不像那些漂亮的教科书图片 它们不是一些带有颜色的小球 而是由电子云组成的模糊区域 这些电子云在原子和周围舞动 就像是一场微观的迪斯科舞会 在这个尺度上 物质的性质会变得非常奇特 比如 金属可能会变得透明 化学反应可以在一瞬间完成 甚至你可能会遇到量子纠缠 这是一种即使分子被分割开很远 它们也能瞬间相互影响的现象 这就像是分子间的心电感应 或者说是宇宙间最微妙的长距离关系 纳米旅行家不仅仅是一个科幻的概念 它们已经在科学和工程领域中扮演住重要角色 纳米技术已经被用来创造更小 更快 更高效的电子设备 开发新药 以及创造更将大的材料 这些微小的旅行家甚至可以在我们的身体内旅行 寻找疾病的迹象 或者直接在病变处释放药物 但是 纳米旅行也有它的风险 在这个尺度上 物质的毒性可能会改变 而且这些微小的粒子可能会进入我们的环境 对生态系统造成未知的影响 因此 就像所有伟大的探险一样 纳米旅行需要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 总之 纳米旅行家的故事是一部正在撰写的史诗 它充满了惊奇 挑战和无限的可能性 这是一场在原子尺度上的宏大冒险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冒险的一部分 即使我们看不见这些微小的旅行家 它们正在塑造我们的未来 所以 下次当你拿起手机或穿上防水架课时 记得感谢那些勇敢的纳米旅行家 它们在不为人知的微观世界中 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领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原子级的化妆师 纳米美容术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话题 想象一下 如果你有一个微小到几乎看不见的化妆师 它们可以潜入你的皮肤 精确地修复 润色 甚至改变你的皮肤质地 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 不 这正是纳米美容术的奇妙世界 纳米技术 简单来说 就是对物质在纳米尺度 1纳米等于11分之1米上的操控 在这个尺度上 科学家们可以设计出极其微小的粒子和分子 这些粒子和分子 可以在我们的皮肤上执行各种任务 就像原子级的化妆师一样 想象一下 你涂抹了一种含有纳米粒子的面霜 这些粒子比皮肤的毛孔还小 它们可以轻松穿透表皮 深入皮肤内部 一旦到达目的地 这些纳米粒子就像是微型的工程师 开始修复受损的细胞 或者像是小小的运输工 将营养成分直接送到皮肤细胞需要的地方 但纳米美容术不仅仅是关于深层护理 有些纳米粒子被设计成可以反射光线 从而减少皱纹的外观 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加光滑和年轻 这就像是你有了一个随身携带的Photoshop工具 随时随地为你的皮肤进行实时的滤镜处理 还有更加高级的纳米美容技术 比如使用纳米载体来传递基因或者药物 这些可以帮助治疗皮肤病 或者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让你的皮肤恢复弹性 就像是给你的皮肤做了一个时间倒流的魔法 当然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非常美好 但纳米美容术也引发了一些安全性和伦理问题 毕竟让一群微小的粒子在你的皮肤里自由游走 听起来确实有点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 因此 科学家们在推动这项技术的同时 也在努力确保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总之 纳米美容术就像是我们拥有的一个原子级的化妆师团队 他们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工作 让我们的皮肤焕发出健康和美丽的光彩 未来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令人惊叹的纳米 美容产品和治疗方法 只是别忘了 虽然这些原子级的化妆师很厉害 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心态 才是真正的美丽秘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纳米图书馆员整理分子的知识宝库 各位尊敬的听众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图书馆员 他的名字叫做纳米图书馆员 他的工作地点是在一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 那里的书籍是由分子组成的 每一页都比我们的细胞还要小上千倍 首先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图书馆员是一个纳米级背的存在 那么他的工作台可能就是一块分子芯片 他的图书馆可能就是一个装满了各种分子结构的纳米容器 这位纳米图书馆员的任务是整理和分类这些分子 确保每个分子都能在需要的时候被找到 就像我们的图书馆员确保每本书都能被正确地放回书架一样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位纳米图书馆员的一天 早上他首先要检查分子的归还情况 哦 看来有些分子书籍被借走后 没有按照正确的结构返回 这就需要纳米图书馆员使用他的纳米工具箱 也就是一系列精细的化学反应来修复这些分子 确保他们的结构完好无损 接下来 纳米图书馆员要处理新的分子书籍 这些分子可能是新合成的药物 或者是新发现的有机化合物 它需要给每个分子边上索引 然后将它们归类到正确的分子书架上 这个过程可能涉及到分子识备技术 比如质朴分析或者核磁共振 这些技术就像是纳米图书馆员的眼睛 帮助他看清楚每个分子的身份 午餐时间到了 但是纳米图书馆员并没有时间去吃一个分子大小的三明治 因为他还要处理分子的借阅请求 在这个微观世界里 分子的借阅者可能是研究人员 他们需要特定的分子来进行实验 纳米图书馆员要确保这些分子能够安全地被传递到实验室 这可能需要通过纳米运输系统 比如分子电梯或者分子传送带 下午 纳米图书馆员可能还要参与一些特别的项目 比如帮助设计新的分子存储系统 或者参与到纳米技术的研究中去 这些活动就像是图书馆员 参与到图书馆的扩建或者数字化工作中去一样 最后 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时 纳米图书馆员并不是关掉电脑 而是关闭他的分子开关 准备好第二天继续他的微观世界冒险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幽默的想象 在现实中 纳米图书馆员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而是我们用来形容那些在纳米尺度上工作的科学家们 他们通过精密的技术和仪器来操作和研究分子 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有趣 但他们在纳米科学和技术领域的贡献 确实是在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知识的宝库 总结来说 纳米旅行家 纳米美容术和纳米图书馆员这些话题 都展示了纳米技术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和潜力 纳米尺度的世界充满了奇妙和挑战 我们通过纳米技术可以探索和操控这个微观世界 从而创造出更小 更快 更高效的科技产品 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然而 纳米技术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和伦理问题 我们需要谨慎地应用这些技术 确保它们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同时 我们也要认识到纳米技术的发展 离不开科学家们的努力和创新 他们在纳米尺度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验 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纳米技术有什么期待和担忧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纳米世界的奥秘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